小姐上市場買年菜 便條紙寫滿了採買品項 有獅子頭米糕和排骨酥 統統都包起來毫不手軟 因為每一道菜滿滿一大碗 幾乎都只要一百元 裡面容量都很多 它才百元而已 很划算 總共買了七樣 這樣多少錢 七百 再掏多一點錢 三百到三百五十元不等 就能吃上醉蝦和醉雞 年夜飯大菜 浮跳槍只要兩百五 砂鍋魚頭四百五十元 民眾買得不亦樂乎 我現在買了八百 覺得就滿便宜的 滿超值的 精挑細選 買了五道菜煮花八百元 還有十道菜組合 也很受民眾青睞 十道菜一三五年 對啊 覺得這樣划算嗎 以現在物價通膜來說的話 應該算是滿划算 賣年菜的攤位 就位在台中市的第五市場裡 已經是連續第十一年 在春節前推出百元年菜 今年通貨膨脹得很厲害 老闆堅持不漲價 我想說 我們連菜一百塊錢 不要去價 我們民眾 可以省一點荷包 老闆說原物料平均 漲了兩成多 但賣的年菜 還是維持原價 賺得少沒關係 就是希望回饋顧客 讓大家花小錢 也能吃到豐富年菜 華視新聞室 楊宗穎 台中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